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 来 快叫林拜拜 林拜拜好 您好 在家听不听妈妈的话 嗯 妈妈说爸爸出差了 林拜拜 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走 林居 大姐 吃点水果 来 谢谢 怎么样 谢谢阿姨 没事 问你 跟阿姨去外面玩一会儿 好吗 嗯 快 来 跟阿姨走 阿姨在你去哪儿了 阿姨带你出去玩 好吗 林局长 我知道你很忙 本来是不应该来打搅你的 可是 孩子他 这段时间 我的工作确实很好 没顾上建强的事 实在是对不起 妈 您可别那么说 建强 建强他怎么可能无故的去开枪伤人呢 我死都不会相信 他一定是被冤枉的 我求你 求你帮帮他 还他一个清白 他在里面 已经蹲了半年了 身体一直很不好 就算我和孩子 求你 你帮帮他 好吗 建强是我们局里的警察 查清楚这件事是我的责任 如果他真是被冤枉 我会全力帮助他 谢谢 谢谢你 怎么样 是不是报受吧 跟我们斗 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儿 你跟我们不都一样吗 不也犯事了吗 警察叔叔不会帮你了 林局 这是局里前一段处理黄建强的意见 你去忙忙 林局 你是不是要复查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拖了这么长时间 应该有个了结了 要我说 这个案子 秦志健他得负一半责任 要不是他 也就不会发生 黄建强开枪伤人的事 这个秦志健呢 爱做牛角尖 好出风头 结果 把人家黄建强就坑了 郝主 话不能这么说了 看一个同志 不要有偏见 如果那个案子 真的有问题 那秦志健去调查 就是必须的 怎么能说是出风头 要我看 如果没有这股劲 他就干不好刑警 我也是听大伙这么议论 黄建强这个事 我是有看法的 无故开枪伤人 我不信 因为他不是这种人 不管我 队里的好多同志 都这么看 事情还没有查清 检察院就把人扑进去 都已经半年多了 也不结案 也不放人 这叫什么事 说实话 大伙的肚子里 都憋着一口气 我当时还想 按照秦志健说的情况 继续调查 可僧居牛居 他们认为 不应该继续调查 应该回避 还是让检察院去办 我也就没车了 说真的 听说志强的爱人和孩子 到局里来 我都没有脸去见人家 林局 你如果要是有办法 赶紧去说服检察院 把这件事情给了了 要不然就把人先放出来 让检察院去查 那建强的案子肯定翻不了 为啥 你不知道 建强出事之前 他执法一向很严 检察院副检察长 任明远有个弟弟 他开了个洗头房 暗中卖淫 被建强触罚过 当时检察院来人讲情 他没给面子 后来姓强出了事 那个姓任的就放出风来说 当时我求你不行 现在你落在我的手里来 那就对不起了 也不行 这纯粹是在报复 老黄 对黄建强的处理是草坠的 局里推的一个人 该做的工作都没有做 这不正常 的确有问题 怎么跟你说呢 一言难尽 我现在只能说 黄建强的问题 既关系到他个人命运 也牵扯到咱们清水公安局的声誉 应该尽快有个说法 不能再拖起来 是 我们马上动起来 能做的事先做 然后跟检察院交涉 好 档案我已经查过了 那两个犯罪嫌疑人 确实是清水人 黄建强也曾经抓过他们 他们很有可能是借机报复 这样 你马上给黄建强调号 不然会出事情的 所长 清水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 留下有话 对黄建强不能给特殊照顾 应严格管理 我们才特意把他调到 重案的监设里 这突然调号 是不是给他们通个气 我怕住所的检察员 会有意见 有意见我来向他们解释 难过能够睡着我 是不是他 你不说定 花一条 叫号 怎么突然给他叫号来 估计这里有点事 李所长 给黄建强调换监设 我这个住所检察员怎么不知道 事情比较突然 我们也是临时做的决定 还没来得及通知你们 对不起 跟我说对不起没用 黄建强的案子 是清水市人民医院检察长亲自抓的 得要求我们对黄建强严加看管 你这样做要是出了事谁负责 正是因为出了事 我才把它单独关押 昨天号里发生了斗殴 黄建强又被打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你也不是不知道 这如果把他打坏了 或者出了人命 那该由谁负责 有那么严重吗 等我调查清楚了再说吧 喂 啊 什么 黄建强换号了 啊 啊 我知道了 人家长长 铁林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问了一下 是你安排的那两个人 坐得就有点太过 引起了看守所的注意 索方换监设的理由也很充分 说是 为了更加 严密的堪苦 那里 毕竟是人家的地盘 我们若干以多了 反而更加引起怀疑 我想 等看守所那边平静一些 再想办法 我就是担心 林音打翻案的主意啊 虽然 定他最有的政绩不足 但是 他想翻案 也需要证据 没那么容易 刘局 林音那边有什么动向 你还得盯紧点 苏姐 我来就是为了黄建墙的事 我料到你要跟我说这个 不过这事很敏感啊 你知道我来这之前 他们受理的这个案子 世人大非常关注 只是要严肃处理 这背景 你应该能想到 黄建墙伤的是郑光军的手下 郑光军是什么人 你应该有所耳闻吧 你别不拿他当回事 连市委万书记都指示了 要从严惩处 可你现在连定罪的证据都没有 还谈什么从严惩处 证据不足 按理说 要么是补充政策 要么是不起诉放人 你们老这么不明不白的 把人关着算怎么回事 苏姐 既然不能病罪 能不能按存疑不起诉处理 或者去把喉舌也行 你先恢复他自由 老把人这么关着 身体就完了 这恐怕办不到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领导发话了 很难办 领导怎么了 咱是法治国家 说多少年了 不能以言代法 这领导一句话 法就不值了 怎么 堂堂检察长 也怕人听门风 林局啊 你是有所不知啊 我们检察院有人 直通万书记和郑光君 刚才那些话 也就是咱们俩说 要让别人听见了 那可不得了啊 其实我对你 倒是很佩服他 听说你最近干了些事 很有骨气 就连万书记的干妹妹 你也不惯着 郑光君的手下 你要给他清出去 所以啊 我就对你说了些心里话 那你告诉我 你们院里有没有人 对黄建墙夹次报复 直说了吧 就指你们那人不检察长 我现在正式向你反映了 你打算怎么处理 没法处理 他在清水日检察院经营多年 有时候他说句话比我多管用 上面对他非常信任 你也不给我任何直接证据 就让我查他 这怎么可能呢 咱们哪都有这种人 咱们俩真是同病相连啊 你们那儿有个牛鸣 整天牛哄哄的 跟我们这儿这位是常来往 这种人 已经在清水政法机关内部形成体系了 很难对付啊 不管怎么说 黄建墙的事真的是不能再拖了 这样吧 咱们换个地方 中午请你吃饭 林老弟 你亲自来了 我怎么也得给你个说法 这样 你回去 看能不能找到对黄建墙有利的证据 如果有的话 再大的压力我都能领不住 你这话当真 光这儿还不够 你最好 再找一个比我大一点的 多少能管着我的领导说句话 这样我就可以放开手脚 明正言顺的复查黄建墙的案子了 好 这事我来办 我现在想尽快的见黄建墙里面 以前局里有同志想去见他 都被你们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给拒绝了 你是新来的局长 没有理由不让你见黄建墙 这样 一会儿我给铁链看出所打个电话 那我先谢谢你 建墙 这是咱们局新调来的林音局长 林局长 坐下 林局长 谢谢你们能来看我 建墙 你有什么要说的话 可以当着林局长的面 直接谈 不要有什么顾虑 局长 政委 我确实是冤枉的 是被人陷害的 我越想越觉得 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 都是预谋好的 这一点 秦之间跟我谈过 可现在需要证据 肯定有证据和证据 在事发现场附近有几个小卖店 还有住家 还有过路的行人 一定有人看到那件事的过程 只不过没有人出来作证罢了 我记得 就在有个家伙 局刀朝我砍过来的时候 我听到有个女人 惊叫了一声 还喊了一句 天哪 他们怎么能这么干呢 他可能看到了整个过程 林局 你为了当局长政委的 对手下这么关心 我都有点感动 不过这件事情 确实有说到 前几天你们市检察院 来了两个办案子的 还带了一个生人 他们和我们检察院 监管客人一起吃饭 让我碰上了 那个人大概有五十多岁 戴个眼镜 文质卑卑的样子 他们叫他军哥什么的 好像就是为了黄建强的事情 别做了 黄建强就拜托你多关心一点 你放心 都是警察 怎么说也有感情 谢谢了 谢谢 再见啊 那我们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林局 你今天能去看建强 说实话 我很感动 我是局长 他是我局里的民警 我就看他这不是很正常 可那老曾也是局长 建强出了事以后 他一次也没去看 而你一来就能去看建强 说明你心里边有 也说明建强有希望 先别高兴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目前最关键是寻找对建强有利的正确 这不光是建强自己的事 也是我们大伙的事 我就是投拱地 要找到正确 你应该知道 这个案子跟其他的案件不同 当事人是公安民警 我们收集证据是违法的 不能再受人一禀 那我们 我们要请律师 由律师出面收集证据 当然 我们也不能做到 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协助他去找 这件事情我们该做 没问题 可是 这请律师得花钱呢 建强家里边现在很困难 我跟方正委商量 律师费先由局里添加 林局 我替建强谢谢你 黄建强的案子 我跟苏检察长说了 他的意思是 最好上边有位领导说句话 他也好重新立案复查 你说 找谁合适 万书记的态度 你也知道 不可能 于海荣嘛 是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按说是政官 可他跟 郑光军兄弟俩的关系 红市长怎么样 红市长 为人太谨慎 如果要找他 还不如找陈副市长 他也是政法委副书记 更主要的是他为人 政治 热情 勇于承担责任 我看啊 找他 找他 有希望 自从 见过建强 我心里 一直很内疚 作为局领导 你是第一个 去看他 其实这件事 我也有责任 你来之前 只见找过我好几次 可是我怕得罪老僧他们 始终没敢正面提出来 所以 建强的案子 才一直错到现在 说起来 我对不住建强 王主委 你是老大哥 我来清水以后 你对我帮助很大 你稳重老练 谨慎小心 这些都值得我学习 但恕我直言 你有时候 过于小心 甚至有点圆滑 也许吧 可能是我多年 一直当秘书 后来又做办公室主任 所造成的 总是看着别人的脸色办事 不过 我觉得小心谨慎 没错 这也是我多年工作的经验 最要紧的 是不能得罪人 工作干得再好 得罪了人 白搭 可你老是看着别人的脸色 啪这啪那 这一辈子 什么事都没干成 不是白活 也倒是 也许咱俩平均一下 就完美了 这不正好 咱俩大班子 糊了 黄建墙这个案子 我原来也听到过许多议论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那问题就很大 检察院确实应该重新审理 有错必究吗 我会给苏检察长打招呼的 但是检察院的复查 还是要看证据的 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 请律师找证据 陈副事长 谢谢你啊 罗队啊 诶 陈副 有事吗 秦历在吗 他去律师事务所了 他去那干嘛 给黄建墙请个律师 准备 复查他的案子 陈副 还有事吗 没事了 邻居 邻居 我是老苏 陈副事长跟我谈过了 黄建墙的案子 马上开始复查 好好 我这边抓紧搜集证据 配合你的工作 谢谢啊 再见 哎呀 田律师 应该过去接你的 局长等着你呢 来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邻居长 田律师 你好 你好 邻居长 请坐吧 好 坐坐 坐 田律师 田律师毕业于政法大学 以前经手的几起案子 都办得挺漂亮的 先别夸我啊 工作还没开始呢 说心里话 我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刚才我听了 小秦向我介绍的情况 黄建墙这起案件的背景 很复杂 调查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 这样吧 我尽快跟检察院联系 发现什么情况 及时通知你们 喂 什么事 林音他们 已经开始扑杀黄建墙的案子了 什么 你到我这来一趟 咱们当面说 对的 田律师 这件事就拜托你 我一定尽力办好 只要找到有利证据 这个案子是可以重新裁定的 再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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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小秦啊 看来姓林的算是跟咱们叫上劲了 这律师姓什么 星田 今天下午 他已经去检察院了 关键是下一步 他究竟要干什么 二军子 你马上找人盯着那星田的 行 那星田的优女之狗 三十七八岁 圆脸 眼睛不大 皮肤比较黑 小秦吗 你好 我是田律师 对 检察院我已经去过了 事发现场我也进行了调查 情况不是特别乐观 对 我要坐下来和你谈一谈呀 这样吧 你在局里等我 一会儿见 好 谢谢 我去了检察院了 办了黄建强案情的卷读 对我没有太大的价值 根据那天邻居和你向我接受的情况 我去了事发现场 调查了周围小部的老板 店员 居民留位的群众 和这个低视司机 他们要么说 对那天发生的情况不太清楚 要么说根本不知道 有的甚至不和我谈 看来要想找找黄建强所说的那个女人 并不容易 小秦 事发当天你也在现场 你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 当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 现场一片混乱 围观的人也很多 不过除了你调查的这些人以外 那附近倒是有个中学 这晚上八九点钟正是学生们下了晚自习回家的时间 他们倒是有可能会看到整个事情的过程 八九点钟 好 我去那个学校查一查 同学你们刚下晚自习吗 是啊 我跟你们打听个事 几个月前在你们学校这个附近的花星街 发生了一起警察开枪伤人的事件 你们知道吗 知道 但是我们没看见 我们同学李丽 他看见了 当时他正好赶上 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李丽 李丽 什么事啊 这位叔叔问你上次警察实际上什么的事 同学 你能把你那天看到的事情经过跟我说说吗 你们别瞎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怎么这样了 明明是他说的嘛 他说的 看着 你们 他妈的 你胆真大 什么事都敢管 您的忙 你也敢帮黄建墙的事 你也敢插手 喂 我林一 田律师 你们这案子 还是找别人吧 我不办了 怎么回事 咱们说得好好的 你怎么中途变卦 你别问了 你们还是找别人吧 田律师 你先别急着做决定 就算是不干了 咱们也得把话说清楚 你告诉我 你现在在哪 我马上过去找你 你能不能记住 危险你的人都长什么样 记不清了 当时天特别黑 光线又很暗 他们是突然出现的 他们三个人都穿着黑衣服 还戴着面罩 如果找到这三个人 你能认出他们 我说不准 威胁我的那个人 我可以听出他的声音 可是我不想再和他们见面了 像他们这样的人 你指认也没用 他们肯定能找出 不在现场的证明 通过这件事我也明白了 黄建墙肯定是冤枉的 被人陷害了 他们这帮人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自己倒无所谓 可我还有老婆孩子 我不能不为他们抢吧 天律师 你想过没有 他们为什么不敢在白天来找你 而且还要戴上面罩 不让你看清他 那是因为他们心虚害怕 他们来找你 就说明你的调查工作 已经威胁到了他们 你放心 有公安局给你做后盾 你不用害怕 从现在开始 我亲自配合你的工作 同时我们还会派人 保护你家人的安全 我相信你们 相信你们 今夜 你是否又无人 今夜 你是否又无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过要让云开雾也在 你说过要让我看晴朗的天 你说过要让我看晴朗的天 晴末 你是否有无聊 原来风还不知你够不够难 晴末 你一定无眠 月影情深不忍看你疲惫的脸 今夜我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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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过要让我看晴朗的天 晴朗的天 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